今天的电视座谈会 由中华民国电视学会理事长周天祥主持 他首先说明了 这次座谈会的主题 是检讨我国现行电视经营制度 和当前的电视方言节目 陈丽富先生应邀在座谈会中讲话 他说 他在美国住了19年 亲眼看到电视对社会的不良影响 所以回国以后 一直建议电视 要发挥他的教育功能 陈丽富认为 电视节目应该从商人的手中收回 一定要符合社会教育的需要 他也建议参加电视台 应该全部改为国营 参加今天座谈的 有秦孝宜 吴俊才 王鸿军 孔颜秋 金伟洞 李莲 黄曼达 赵文艺 张希文 等主管长官和专家学者 我许多余 就像葱 黄曼达 因为他在工程中会有什么 我认为 我认为